庄严的佛号身下 家属与36位医学生前程唱诵 为八位吴宇良师祝福 他们的身体捐出来 让我们的医学生 让我们的同学们 能够在他们身上再一次的探索 身体的奥妙 并从而学习手术外科的技术 但是对我们的同学来讲 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使命 李森佳老师仍称阿公医师 是高雄第一位受证的人医志工 退休后重新披上白袍 到玉里慈激医院服务 即使罹患肺腺癌 也不减他拔除病苦的心 甚至义诊 亡诊都亲力亲为 让教授再看看 最敬爱的舍身菩萨 我就是跟他讲 你要放心得走 继续完成上年的主业 就是跟他这样讲 他两个早起早回 刚开始在浴池工作两三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一起的 他对待我其实 其实他就真的像我打工一样 觉得悲伤是没有办法忍住的 但是更大的是一种祝福 物与良师舍身成就医学 期待这些未来的大医王们 能把握机会 好好向老师学习 成为人心人数的良医 带新闻家教育 刘洪志 华林报导 再往 请不吝点赞与 谢谢大家